我平時就是一個香港電影的觀眾 或者叫愛好者 看很多電影的時候 純粹是欣賞或者覺得很正 或者覺得很被感動 但實際如何去製造電影 當我親眼看著嘉棟最後一場 令到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是很ensemble 這個ensemble是全部人 全部人是很專注地為了那個鏡頭 然後做那些功夫 然後大家很專注地一鏡頭 我就會覺得很感動 我不僅是很激動 覺得很棒 覺得你們為何這麼厲害 最重要就是那種ensemble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動作方面 我們有個武術師的說 阿華仔 他跟導演夾了 希望一閃落 我想一閃落也很少事 他說4分半鐘 我可以面對六七個動作演員 要跟他打 對摺 因為他說 我也知道有機會會吃力 我就是要你吃力的狀態 去打 我這樣就行了 沒問題了 我絕對吃力了 我告訴你 然後到現場 我就已經很沉著 怎樣呢 一會兒怎樣呢 當然他也好 因為武術師到今次 其實要走很多個位 他不停在現場 就會提我 有什麼動作要做 記住 還有我們要配合那個火 當我一扔火機 一扔 我真的要給觀眾看到 是現場真的著火 一出來 我們那天就拍了差不多是三四席 終於完成了這個 現場的人都幾興奮 我們要鼓民的 苦力 才是 expose 感谢观看